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不管这句话是对是错 都已经形成了某些人心中固定的认知 而在种种追求新鲜的料理当中 生鱼片或者说刺身 则成为了这场竞争中走在最前列的选手 但对于这种特殊的料理来说 有关它的争论 也一直以保鲜的状态停留在互联网上 生鱼片是否真的可以安全生吃 寄生虫的危险到底有多大 今天就让瑞森带大家一起看看 生鱼片的那些事 如今,生鱼片作为一道美食 被日本发扬光大 各类寿司刺身目不暇接 已经成为了平民百姓们 腹中饥饿时的评价享受 但究其根源 我们也与生鱼有着不得不说的一段故事 关于生鱼片记载最早可见于 快字的起源 食不厌精 快不厌系中的快所指便是一种生食 根据食材的不同 这个字也常被写为快 周宣王时期大将伊吉辅 为劳张仲等人时 席中城上的菜品便有生鱼片 这件事被记载到《诗经》中 也就是《泡鳖快礼》的典故 古人对生鱼片的爱 也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被磨损 东汉时的五月春秋 其中便有关于吴王和驴 设鱼快席 为了吴子叙的故事 在唐朝 生鱼片仍旧是一道重要的菜品 大量诗词佐证了生鱼片的受欢迎程度 不管是李白的诗名 还是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 或白巨翼的快切天池鱼 所描写的都是仿若白雪的生鱼片 在唐人心中 快的制作也同样以新鲜为主 活鱼和鲜鱼 所以精妙的刀工 切作快飞金盘白雪糕的薄片 这样才算得上是一道 正正津津的生鱼片 但尽管古人曾经如此热爱生鱼片 这道美食最终还是消失在了 大多数人的菜股当中 这其中的原因虽然很多 但较为有趣的 则是在《本草纲目》中出现的对生鱼的记载 这本著名的医学著作 对快是如此评价的 鱼快肉生 损人有甚 为真假 为故急 为奇病 不可不知 也就是说 当时的医学家们 已经将一些疾病的出现 和生鱼鱼快联系在一起了 但不管生鱼片是否真的因此遭殃 大面积的鱼快使用 还是成为了历史中的故事 虽然如今广东等地 对鱼生还是热爱有加 但在偏内陆的城市 则已无处可行了 虽然生鱼片在它的诞生地 趋近于销声匿迹 但在一海之隔的日本 却成为了一道极有影响力的美食 日本使用生鱼片的历史非常久远 在《未至窝人传》中 有《耗补鱼妇》 水无深浅 皆沉默取之的记载 这种不携带保护措施 赤身下水捕捞的职业 一直留存到今日 也就是日本的海女 对于古代日本人来说 鱼肉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因此他们在鱼类的料理上 下了很多功夫 不仅有刺身这一吃法 还发展出了下酒菜 盐腥 与如今常见的 炉端烧等等多种料理手段 但日后最为受外界瞩目的 自然还是刺身这样 追求新鲜的生食方法 但食用刺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能成为日本国内的主流 但其最终登上平民百姓的餐桌 形成传统 一方面还是要归功于历年来的赵令 天舞天皇于公元675年颁布的 《禁止肉食之赵》中 禁止食用五处 这五处便是牛马犬猴鸡 因此鱼肉成为了较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但在此时 刺身仍然是一种沿海渔民们的素食手段 此后 诸如生类怜悯令等在内的赵令来来回回 鱼肉也在不同的时代中成为了主食 而随着酱油的输入 生鱼片的食用形式也慢慢得到固定 1872年 明治天皇吃了第一口牛肉 至此 日本人民才可以彻底放心地大快朵鱼 但因为畜牧业并不发达 肉类价格居高不下 鱼类依然是更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一直到冰箱这种家店普及之后 生鱼片才最终成为了家家品尝的美食 山葵鱼酱油与生鱼片 已经成为了享用自身时的标准三件套 但在近几年 这雷打不动的三件套中 蹦出了不可小觑的第四者 寄生虫 对爱惜自身健康 但又难言口腹之欲的朋友来说 寄生虫的证实 无异于一道道晴天霹雳 转瞬间 关于生鱼片的安全问题便甚嚣沉上 诸家机构和医学从业者 纷纷对生鱼片的安全性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而这类曾经被视为美食的料理 也在很多人心中 打上了一个不小的问号 追求新鲜 是否值得以健康为代价 鱼类寄生虫数量虽然很多 但我们要首先明白的是 鱼类体内的寄生虫中 有很大一部分对人体无害 但对鱼类危害颇大 而养殖鱼业对寄生虫害的关注 大多数都在鱼狮和车轮虫 这类对鱼类有害的寄生虫上 但相对的 也有相当一部分寄生虫 对人类同样有害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种 因当属一间线虫 这类寄生虫 首先寄生在海洋甲鞘类生物当中 并随着食物链 进入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体内 但在第三期幼虫的时期 往往会因捕捞而进入人体内 这类寄生虫 主要会停留在人类的胃壁与肠道当中 并会导致腹痛 恶心 呕吐等种种反应 而一间线虫知名的另一种原因 则是它广泛分布在 大量可食用的鱼类当中 这其中就包括了 人们爱吃的轻鱼 秋刀鱼 雪鱼等 共165种海产当中 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搜索范围 将目光只放在 刺身与生鱼片的鱼类当中 也有包括真雕和飞鱼 马骄鱼等等 很多种常被用于刺身和寿司的食材 令人触目惊心 且不止如此 这些常见的鱼类体内 还隐藏着更多寄生虫 中国横线著名的鱼生 所选用的鱼类 多为草鱼和鲤鱼 但在这些鱼类当中 便隐藏着可怕的 华之高西虫 也被称为干西虫 在2001年到2004年 卫生部组织的 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当中 2.4%的居民体内 感染了华之高西虫 也就是高达1000万人 而其中的一半 则来自广东省 这种寄生虫的 成虫尺寸到10到25毫米之间 在尼罗内孵化 并转移到淡水鱼类体内 并最终在人体内形成成虫 这种干西虫 会在体内大肆破坏胆管上皮 与粘膜下血管 导致胆部病变 甚至会导致肝硬化和肝癌 因此 华之高西虫 也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列入了一类致癌物中 寄生虫当然可怕 好去我们刚才所记载的几类寄生虫 人类还要面对包括大富植孔掏虫 和日本海猎头掏虫等多种寄生虫的危险 但相比寄生虫 更可怕的还是人类 虽然我们很早以来就明白 高温加热是杀毒的好方法 可惜的是生鱼片一旦加热 也就不能被称为生鱼片了 但好在人们随着科技的进步 了解到了杀灭寄生虫的另一个方法 冷冻 冷冻技术与食品工业的进步 与对寄生虫的认知共同进步 使人们了解到低温冷冻 同样可以杀灭一部分寄生虫 例如前文所提到的 一间献虫 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中 仅能存活三个小时 因此 各国也纷纷出台了 关于生食鱼类的冷冻灭虫规定 例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便详细规定了 鱼类冷冻保存的必要温度与时间 欧盟也同样出台了此类规定 在日本 根据寄生虫的种类不同 后生神等部门 给出了不同的建议 例如一间献虫等寄生虫 应在零下20度的环境 冷冻保存24小时以上 弦尾献虫 应在零下30度以下 冷冻4日以上 在这些规定之下 寄生虫的危害 并不能说已经彻底消失 在食用刺生鱼生鱼片时 人们仍然面对着一定的风险 但随着操作方式的规范 这种风险也已经越来越低 但在食用生鱼片时 仍然要注意安全 对那些热爱刺生的朋友们来说 也最好定期去医院进行检查 不管刺生与生鱼片 如今多么安全 基本的饮食安全 仍然需要注意 如前所述 尽管经历了种种处理 生鱼片的安全性 仍然不是百分之百 因此 熟食仍然是目前 最有保障的使用方式 但生鱼片的魅力 想必永远有人难以拒绝 因此 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 也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因为只有体格强健 人才能更长久地满足自身的口腹之欲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